受到疫情的影响 有家长在过去一年 无法到学校做义工 为孩子在今年小一报名2B阶段 获得优先权 教育部表示 各所小学可以自行决定 如何让家长累计40小时的义工服务 随着本地的疫情趋向稳定 有学校让家长义工重新踏入了校园 也有小学开设线上活动 让家长灵活安排时间 记者李正义报道 先从学校食堂收集厨余 再将它倒入土壤 混合落叶制成有机肥料 玉郎西小学去年9月推出新活动 让家长义工累积服务时间 但减少和学生们的接触 往年家长义工都是陪学生到校外活动 比如去科学馆参观或学习 疫情发生之后 这些活动都被取消了 SG50那一年真的很多小孩 所以希望参与这个家长义工 增加一点机会 还好学校有很积极的想进办法 让我们继续完成 绿能小学则调整执勤颁表 让家长在一个学期内完成20小时服务 比疫情前快一倍 表学也很精心地安排 提早给我们时间表 所以让我们这些家长比较安心能够有充足的时间 去安排时间来做这个交通指挥的工作 教育部也建议学校灵活安排家长义工活动 例如有一个家长 我们也跟他讨论怎么样用他的科技背景 跟他的专才来开发一个软件 一些数据管理的一些帮忙 让学生跟学校受益 根据条例 每所小学会预留20个学位 让符合资格的家长在2B阶段为孩子优先报名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正义报道